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节课程的学习 从本节课开始呢,我将带你认识一下 目前平台上常见的餐饮账号类型有哪些 它们是怎么变现的 第一个呢,就是培训师傅IP号 什么是培训师傅IP号呢?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个景州省河区,红变天考川八 徐州鸭头鸭元祭 他们都是有一个培训师傅这个人设出现在内容里面的 我们把它称之为培训师傅IP号 所以总结以这种厨师或者餐饮老师傅为人设的账号 我们都可以把它称之为培训师傅IP号 这种账号呢,会通过这个培训师傅传递出一种经验丰富 技术专业的感觉 以此来激发用户想和这个师傅本人面对面学习的兴趣 除此之外呢,因为有人物出镜 还能建立情感上的连接 在最后转化方面呢会很高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好,通过这两条视频你是不是可以明显感觉到 这是个有经验的水饺师傅 他通过技术展示让我们学到的东西 对我们还是有点用的 如果你也考虑学个水饺技术 是不是就会关注了 我们再看另外一条视频 有人说我的羊汤这么浓这么白肯定是放了添加剂 放心,我的胆子可没有这么肥 赶在汤里面加添加剂 其实想要做出来有食欲的白汤 只要做好这几点就可以 首先我们先往熬汤的位置 加入150斤水 大火烧至水温70度左右 把做好的羊肚放入 期间在水开之后把沐沫飘出 然后羊肉下锅 下周以后放入羊油 大火煮30分钟 香料一定要按照比例精准到克 因为很多香料馆都是钥匙通源 如果使用不到 反而会有副作用 香料调制好 下锅之后 小火30分钟 把肉炖烂就可以了 这样又浓又白的汤就好了 你看看 这哪里需要添加剂吗 这是一个羊汤师傅在教学员 怎么样做羊汤的一个过程 好,同样的 我们再看另外一条视频 也是培训师傅IP真人出镜 去讲解这个熬羊汤的配方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要是想喝羊肉汤 你就按照我的方法去做 是真的比羊肉馆的还要好喝 羊肉一定要冷水下锅焯水 加点料酒去腥 煮开后撇去浮沫 捞出来一定要用温水去清洗 这样羊肉吃起来才不会发柴 每天都在教你们做菜的小技巧 麻烦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转肉砂锅里 放点姜葱 一次性加满开水 炖羊肉汤鲜味美的关键 就是放一包这个羊肉汤 专用料包 它是由十几种香料搭配而成的 每袋里面有五小包 你们每次放一小包 味道瞬间就上去了 小火慢炖五十分钟 有条件的可以加点白萝卜 继续炖个十分钟 最后加点盐胡椒粉 枸杞 香菜即可 这样炖的羊肉汤 汤鲜味美 软烂入味 越吃越想吃 赶紧去做吧 这条视频也一样 我们可以看出师傅在细节点上 很用心 很专业 就好像面对面在教自己一样 非常容易和用户之间建立信任 很多人担心 我教了别人以后 别人是不是就会不来学了 你不用担心 假设你要开一家店 你会只看视频上面的内容 就自信满满的把店开起来吗 一定不会的 当你贡献给他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之后 他肯定有系统学习的需求 到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这种账号变现的一般模式是招收学员 让学员过来学习手艺 也可以做做线上直播 卖卖项目相关的产品 比如说调味料 面粉 做的好的甚至比招收学员更赚钱 这种账号的优势就是信任高 所以最后的学员签约转换率也会很高 我们做过的单月最高转换率曾经到7% 其次做这种账号 它本身就是优势内容的输出 平台也很喜欢 所以能够长久稳定的变现 但是至今为什么没有很多人做这类型的账号呢 我把它归结于这种账号还是有点难度的 它很考验写文案的水平 要精准挖到用户的痛点和需求点 对师傅的人设也有一定的要求 一般来说自信乐观和专业的师傅都可以做 如果以上都没有也没有关系 观察一下这个师傅有没有非常强的某种性格 比如说脾气火爆把这个点放大来做 做的好会更容易破圈 这种账号的综合转换率我们的实践结果是3%到4%之间 在培训类的账号里面已经非常高了 如果你也想做培训类的账号 我优先推荐你选这种号